大象這麼大 大家當然沒有辦法視而不見 這個大象指的是誰呢 看下去 好 說的就是 全世界大家在看他 包爾先生 原來他是大象 就是說包爾你看不到嗎 包爾在這邊你看不到嗎 講什麼呢 他最近講了這些話 美國已經滿足了 縮減購債的條件 就是美國已經就要開始 縮減購債了 通通滿足了 然後還有這個債務上限危機 葉倫已經警告了 10月18號前到期 聯邦政府還是有可能會關門的 不要以為沒事 然後這是他昨天才承認的 高通膨確實他說有 比想像中嚴重 之前還一直否認 對 大家都快忘記 聯準會的功能是什麼 聯準會最大功能就是控制通膨 沒錯 以前2%就是很重要 現在已經5.4%了 他還說還好啦 其實還在控制範圍之內 乘幾何時5%就還好 這個也算是改寫聯準會的歷史 大家忘記這個聯準會是管通膨 現在反而就是來扶持股市 讓股市可以長紅 包爾還有什麼 最近大家關心的是 聯準會官員在炒股 聯準會官員知道這麼 全世界最重要的貨幣政策 這個利率的風向 他們都知道 就自己深陷炒股遺運 而且位置還蠻高的 位置很高 另外就是鮑爾連任 那成房間裡的大象 真的是 他如果真的這個 他如果連任的話 那他以後講的話 我們都不能忽略了 真的 不能假裝沒看到這個大象 這個問題我們接下來看 為什麼現在大家很擔心 兩個數據 第一個就是 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又來了 其實上一波大家下了半死 那時候其實差不多 1.7 1.8左右 大家說股市要下來了 現在多少 1.5% 對 感覺1.5%好像 好像還好 好像還好 但重點是縣長這樣 突然抖身 他說哇又上來 三個月新高 殖利率上來 股市也有壓力 升息也有壓力了 那另外鮑爾自己承認 他終於說了 通膨比預期還要嚴重 現在這邊 物價年增率5.3% 5.4% 對 這個真的很嚴重 其實真的 我們講句實話 真的很嚴重 一般來講 這個通膨率超過3的時候 大家就已經嚇得半死了 現在本來是5.4% 對不對 而且一直維持下去 如果維持個半年的話 哇那不得了 因為他還是一直強調說 其實現在是有工具 是可以控制這個通膨 大家不要太擔心 但聯準會我們就說 他的功能就是控制 這個物價通膨 照理說應該遠遠發現 車子快要過來的時候 聯準會就應該喊咖 結果現在沒有 現在是車子到你面前的時候 還說 我現在在我還有工具 所以讓人家看他會覺得心驚膽戰 覺得聯準會的應變 真的有辦法嗎 他為什麼這麼有自信 我覺得他現在是 車子已經撞到了說 哎唷有聲音 撞到有聲 這是反應很遲鈍的大象 這麼大一隻你沒有看到 有一點這個味道 所以美國現在昨天 美股這樣的一個大跌 我們要用什麼心情去看待 其實這個美國股市的大跌 我們這樣子講 它其實在技術面上來講 它本來就應該要回檔 本來就應該要回檔 那現在呢 剛才這個慶儀所講的 這一些的這個題材 它的這個題材 那我個人是覺得說 這個像是以這個殖利率 這個10年期公債殖利率 到1.53 我覺得這個倒不是很大的問題 那這一條是這個半年線 這個是季線 那我們都知道呢 季線一跌破 它是一個中期的生命線 對不對 中期的生命線跌破的話 就比較麻煩了 然後呢 按照感染病八大法則 我們上次有教大家 感染病八大法則 它在之前的第一波 它跌破了這個半年線 然後反彈起來 沒有過季線 它再跌下來 再跌下來沒有關係 它只要能守住 原先這一隻腳的低點就可以 前低不要破 對 它可是呢 它萬一跌破的話 那就變成 葛蘭畢八大法則的一個空點 一個波段下跌的一個起跌點 起跌點 就是再下去一次 對 那它到時候呢 應該是會來測試年線 應該會測試年線 不過看起來呢 目前看起來 短線回檔的機率比較大 可是如果說以中長期來看的話 倒也未必見得 你的中長期是多長 以如果說以這個三個月到半年的期間來講的話 所以短線三個月內你覺得會就是這樣子 如果說它短線上 他們這個就是這個政府舉載的這件事情 能夠在10月18號之前解決的話 一定要解決吧 對 因為呢它事實上呢 就是說如果在明天晚上之前 還沒有通過的話 它10月1號開始呢 它政府就有部分要開始這個修飾了 因為他們手上還有一些預備金 還是會有一些預備金 那這個預備金呢 按照葉倫講的只能用到18號 18號以後就真的沒錢了 OK 所以情況可能會繼續再亂個半個月 可是過去14次 對啊 14次政府停擺 也沒有看過股市崩盤過 你知道嗎 已經認識這麼多次了 對 所以我覺得應該 這個問題應該不會出在這裡 但你覺得美股的短空現在看起來 是蠻確立的 對 他們這個短空的形態 這個是NASF指數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這邊呢 你看到沒有 這邊類似一個 這個有一點小型的頭肩頂的味道 然後它跌破季線之後 它現在呢 已經跌破了上一次的這一隻腳了 按照果然一般法則來講的話 起跌點 它回過頭來測試 這個半年限的可能性非常高 那因為NASF指數是高科技股 那所以對我們的電子股 可能會造成一些壓力 那這一點大家特別注意 然後再下來呢 NASF這邊也是有機會再繼續往下 這個半年限在14,245點這邊 對 還有200多點的距離 200多點還好啦 不是2000點都沒有關係 什麼2000點 廢半 這個廢半指數 其實廢半指數 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它在過去這半年裡面 它都是一直沿著這個半年限在往上走 它最低就是打到半年限就起來 最低打到半年限 已經一次兩次三次了 所以這一次呢大家要注意 特別注意 這一次如果跌到半年限的附近的話 一定要止跌 3200差不多 對 一定要止跌 因為萬一沒有止住的話 開始跌的話 這一個上升趨勢軌道就被跌破掉 跌破掉的時候 那就很辛苦 多頭就會變得很辛苦 所以在這一次呢 半年限一定要特別注入